实在就是SUM 大家好 今天趁着有空的空档时间 看看我们周遭的车辆 就挑一台跟各位介绍 就是我右手边这台三吨半的货车 我们这台是一叔叔50的车 其实货车没什么介绍 主要要看它的安全结构好不好 因为基本上这种货车都是手牌 我们这台是手牌 无数手牌的车 看看它的外观如何 过得有水吗 因为说实在 开车的话 有时候货车在外面跑 难免会有一些刮山刮痕的 可是我们先来看看 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这台 五十零这台三吨半的货车 首先我们先来看它的车头部分 其实它车头什么 包括它的漆面 都还完整很漂亮 基本上它的外形的话 大概都是大同小异 只是说我们这台是2018年出厂 2019年式的车款 所以感觉它更新 然后它是相似的车款 我们右手边 我们这台有做双开门 所以说它的上下卸货的功能 比较好 做到右手边 不过去做到左手边 因为左手边一般是快车道 比较败 然后它下面这个黄昆铁条 后面也是一般的传统的车型车款 相似就是这样 然后我们测量的话 它的高度大概是 车高大概2米4 比较败 所以第六吨是没得到 不过也没人开去第六吨 只是说跟各位报告一下 有时候说一些车道 有一些线高部分要注意 它有六轮胎 所以它的承载重量较大 它现在政府整天中车 总结可以载到五斗 我们这台是三斗盘 所以在外面市场上很抢手 车宽的话大概是 我们测量大概是1米9 长度的话是4米8 4米8 车宽 车高 车长 大概就是这样 来我们来看看它的内装 好 现在我们来看看 这台车的内装 其实内装就像一般传统的内装 同样 冷气啊 方向盘啊 我发动看看给各位的 手排档 也是五速六速的手排档 包括耳挡 倒退档 我们这台车基本上 它安全配备还做得不错 因为我们塞灰车 后面看不到 所以建议车主 总好去挣一个倒车 显影镜头 因为现在出门在外安全第一 虽然说它有倒车雷打警示灯 可是有时候你看不到后面的状况 也是不好 不要吝啬于花这种钱 然后它内装的话 其实它置物空间很大 上面有两个 那个夾层 然后一家置物空间 然后也保险师系统在这边 就是一般打档 可是请各位注意 你开手排车 离合器一定要踩到底 你加油的话 你要一点技术 要配合得好 因为前阵子才没有几天前 一个客户买了手排车 年轻人不太会开 结果他就含着离合器片在开 不敢放 开到台中以后就整个烧掉了 这是一般比较常见的问题 所以请各位要注意一下 内装算是很完整很干净 包括我们的这台车 我们的座椅 都没有什么损伤折痕 破损 真的很漂亮很清晰了 冷气的话就是这样 压缩机冷度够 因为它空间也够小 这台车它有一贴一些 那个警告贴纸 它这边有说我们的车辆供电 这个是24伏特的 你千万不要够了 但是那边倒一些有的 然后应该要请专业来装 不要去装那种 12伏特的电池 万一烧掉的话得不偿心 再下来我们就看看 因为这台车18年年底 19年式了 所以它很多那个警告贴纸 那个标签都还在 各位可以仔细去阅读看看 像它这边有那个柴油微粒滤清器 你怎么使用它 若是闪烁它的什么状况 其实它写得很清楚 也不用多做介绍 大家会担心的 大概都是车体结构的 还有引擎的问题 好我们内装就大概就介绍到这边 现在我们就把它的车头 翻起来检查它的引擎状态 第一步我们就先这个 它的扣丸要先压住 然后把这个 它的手把往上提 这样它就可以解开 下一个动作就是 它下方这里 还有一个固定杆 你要把它拔开 然后再往上提 请各位注意要小心 然后它这边有一个那个 安全那个卡榫 你要看有卡住吗 因为前阵子有一个修车厂的师傅 他没有卡住 结果头伸进去 新闻上有报 整个压一个跟它刷刷 基本上我们现在来看 这台的车厂的车厂 它的原厂标签都在这里 然后各位看看 它的板件维修 它的漆面 雾面的 就是圆巾的插面 它没有扣过 你注意看它的 Sporto店 都装进去 标识说它这台车是 原版车 是没有什么事故的 另外你再来看它的焦条 不然OK啦 都是电的 就是没有打过 圆圆那来看它的车厂 车厂有什么焊接痕迹吗 没办法就是OK啦 因为大车一般是 大事可大可小 这条也没有整条是什么的 都看得很明显的 圆圆的部分 它这里也有提示说 来各位看看 注意事项添加了机油 我们这台车在原厂保养的 所以车要塞滚滚滚滚滚 说实在 用的机油跟米香油 要特别注意 以前的车款 人家还没去注意 想说每次够后 每次咬 黑白买 可是现在 这五六年 从201415以后 很多变速箱 黑黑tone 比如硬硬 其实都有特定的规格 和它的size 使用 请各位不要随便乱加 翻起来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引擎部分 也算是很完整很漂亮 现在我就把它放下来 车体结构介绍大概是这样 我们也有一个备胎 备胎很深 没有使用过的痕迹 车轮状况也还不错 现在我们就介绍它 车内的空间好了 我直接量给各位看 现在我们就来看看 它的内部空间 它的大小 我现在就量量车内的 长宽高 给各位了解 大家去评估 我可以它的载货量能多少 各位 我实测的话 它内部大概有81公分的宽度 它的高度大概是160公分 就是一米六 它的重度大概是三米 三米点二 大概它的容积容量大概就是这样 今天跟各位介绍这台货车 大概就是到这边为止 其实货车好坏很大的因素在于说 驾驶者的驾驶习惯也是很重要 你什么要用 其实加速 它开车的习惯是 占了百分之五十 你若是乱冲横冲直撞 当然车空一定动不久 你要好好照顾它 当然这种 贪车的车 我们修用 它会对你很久没出问题 对你安全也是有保重 今天介绍到这边 中共对这支影片觉得还有 哪个地方不清楚 欢迎来电询论 我联络方式在下方 就是觉得介绍的还不错 你给我按赞 开启小铃铛 介绍点阅 今天就到这边了 感谢各位 谢谢